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真观点 我是真飞 朋友们 这期节目还没看过的 请先一步去看这期 因为今天这期是这一期的下集 两集有连贯性 为了您的观看体验 没看的快去吧 上期节目我们说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发表的 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 对闭关锁国之新示意 探究了习近平要重塑闭关锁国词意的用意 一直以来 人们都很担心习近平会把中国带进闭关锁国 也一直以来都在关注习礼之间对于改革开放的不同调 习近平若成功连任 是否意味着改开的彻底没落呢 今天我们继续来探究习近平的改开和闭关之态度 我认为他最终既不会闭关锁国 也不会继续改革开放 为什么呢 请继续看下去吧 承接上期的内容 我们最后来说说中概股这个事情 为了照顾尽可能多的朋友 我们还是介绍一下事件的背景 我们都知道世界各国的公司都可以去到美国上市圈钱 但是美国就要求这些公司呢 你们要想来上市可以 但是得把公司的业绩和资金情况定期向大众投资者公布 主要是为了作为投资者去判断这家公司到底值不值得投资的依据 所以美国证监会对所有在美上市的公司都有这个统一的要求 可是这些公司上交的业绩和财务报表 要是全部都由自己去提供的话 那对于美国来说也很难判断这其中是否有造假的 如果监管不到位 那也是空有其表 比如2020年的中国上市公司瑞幸咖啡就出现了财务造假事件 造假金额达到22亿 后来是仓皇的从纳斯达克退市了 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美国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监管这些上市公司财报记录真假与否的机构 叫做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 这个监管委员会要求要能够看到 为这些上市公司做财务审计的会计公司的全部原始数据和文件 保证大众投资者是可以得到可信的公司信息的 那中共呢 他就不愿意把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原始财务数据 分享给这个美国的监管委员会 理由是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 为什么呢 按照著名的沽空公司浑水的创始人的话来说 就是中国的经济啊 其实是一个巨大资产泡沫和信贷泡沫 他从来都不相信GDP数据 所有的中国公司都可能造假 阿里巴巴也不例外 我们试想一下 当这些中国公司展现出超强的利润和盈利能力时 是不是也构成了一个判断中国宏观经济情况的指标呢 那如果这些都是造假来的 那也就可以推演出 如今的中国经济有多少水分了吧 如果把公司真实的数据分享给美国 那中共真实的经济情况也会隐藏其中 所以不论哪一个方面 中共都不敢给 那你说中共不愿意给也行 那就退市吧 别来美国圈钱啊 他不 他就是既想来圈钱 也不想遵守规则 那怎么办呢 双方就谈吧 谈来谈去 前前后后花了有不下十年的时间 一直是谈不拢 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美方的态度一直都是比较宽容的 因为相关的要求审计法案 早在2002年的时候就已经推出了 但中共一直都无视 美国也没有祭出严厉的措施 就这么耗着拖着 2007年的时候 双方开始就监管问题磋商 一直搞到2013年 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又过了三年 2016年的时候 中共总算是交出了不分审计的抵稿 但是遭到了大量涂黑 也就是这信息是经过过滤了的 所以美国还是不可以获得及时且完备的材料 无法施行监管之事 在这十年间 多家中国公司是陆续被发现财务造假 造成投资者高达数千亿规模的损失 一直到2020年 也是经历了川普政府这个关键的转折点 美国稍微开始强硬了起来 推出了外国公司问责法 对于连续三年 不能遵守美国审计规定的外国公司 要进行摘牌处理 在这之后 形势是巨变 过去是美国抱着希望中共能够遵守规定 现在成了中共要想方设法的避免中概股被集体摘牌 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最近中共是突然答应了美国 允许监管委员会审计中国公司的原始数据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共低头妥协了呢 表面上确实如此 但实际上并没有 没有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中共答应之前 总共上市的13家国企当中 有11家都已经退市了 要么是自己退出来的 要么是被踢出来的 现在就只有两家航空公司还在美上市 所以相对来说 中共担心的数据泄露的风险就少很多了 现在还留在美国证交所的基本都是民企 对中共敏感数据的冲击也相对来说可控很多 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甩锅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另一个方面就是中共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条件 就是要监管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到香港去进行审计 这乍听之下是有点奇怪的 但是细想呢 这其实是中共打的算盘 那些监管官员一旦到了香港 因为国安法的施行 他们的人身安全就成了一个比在美国更需要顾忌的问题了 当然中共不会那么蠢 真做些什么事情 但是呢 这却容易对监管官员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 从而可能对监管的严厉程度有所顾忌 再加上 如今香港由中共掌控 表面上呢 这样无限热情 好吃 好喝 好赔睡的招待 什么监不监管 就坐上活络的空间也就大得多了 所以几乎可以肯定 就算是民企的财务数据 中共都不会真心愿意 与美国的监管委员会分享 那么它现在的表面妥协就更像是一个拖的过程 前面我们回顾事件来龙去脉时说 2007年双方开始谈判 到2013年签署备忘录 再到16年中共才给出过滤的数据 又过了4年 美国才忍无可忍 这平均每个进度至少要花费3年以上的时间 如果这一次中共能够拖个3年 对于那些在美上市圈钱的公司来说 可以吸收的融资盘已经是够够的了 所以中共的意图是既不愿意给真实的数据 要是实在不行 我认为习当局宁愿让这些企业退市的倾向性 还大于给数据的意愿 但是中共又不愿意这么轻易的按照美国的规定 这么快的就被迫退市 所以取了个缓兵之策 核心还是托自觉 在如今国际环境实在不咋地的情况下 能拖一天是一天吧 中共不愿退市还有一个因素有关 这体现了习当局对于开放这件事情的真实态度 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多是新经济 就是那些由创业者主导的新兴产业 比如说像互联网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公司 节能环保 生物产业 新能源 新材料等等这些领域 那这些领域的公司有个什么特点呢 他们的融资规模更多的要交由市场来主导 在企业的成长过程当中 前期阶段一般都很难拿到银行的贷款 能够进行大规模融资的途径 主要要靠风险投资 但是中国的风头并不发达 所以在美上市就能够非常有力的帮助这些产业积蓄财富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股挂牌的中概股 被形容成是创造财富与青年就业的聚宝盆 那么一旦中概股全部从美国退市 就意味着这些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 也会随之撤离中国 而这些企业又是新兴行业 如果不能够在美国融资 那么这些企业的冬天也就要来了 而在美国上市的又多是这些行业当中的龙头企业 这龙头都艰难了 不又会波及到整个行业吗 结果导致行业集体入冬 行业入冬就又会引发财源问题 又牵扯到就业危机 整个连锁反应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中共绝对不可能愿意承担 所有中概股被集体劝退的局面 它定会垂死挣扎 而且这些在美上市 为中国贡献新经济的企业 多是在习近平的新时代发展框架之下的行业 习近平多次强调过 要独立自主的掌握核心技术 不能够受制于人 说明他是非常重视新兴科技领域的 那这些企业都从美国退市了 一下子少了一个融资的聚宝盆 少了一大块肥肉 不得饿瘦了吗 那怎么发展 怎么实现他的弯道超车呢 更难了吧 所以习近平不会愿意中概股全部退市 那么是不是就说明 习近平实际上还想和世界接轨 不愿和美国脱钩呢 我觉得他当然是想的 虽然我们经常嘲笑他没文化 是小学生 但他还不至于是个傻子 要真是个傻子 就当我这句话没说啊 讲了这么多 终于可以讲到 我认为习近平的对外政策了 无论是改革开放 还是闭关锁国 都不太准确 我认为习近平不会 他更不敢 也不可能能够实施 真正意义上的闭关锁国政策 闭关锁国损失的 多是中共权贵阶层的利益 他一旦完全闭关 必然会引起群雄围捕 他不敢 他也做不到 但是他也不喜欢改革开放 因为他是那些因改革开放而涨标了的 富可敌国的权贵为眼中钉 他也绝对不会再容忍 那种在经济金融上互风换雨 从而危及到他政权的情形再次出现 就像2015年的股灾金融政变 我们这期节目讲过习近平对资本的态度 简而言之的来说 他是要利用资本 同时他在骨子里反感资本 并且警惕防范资本 冲击政权 所以他讨厌改革开放 他认为改开就是源头 他的态度我觉得是介于这两者之间 习近平这么些年越来越凸显的特点 是政治至上 政治要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什么都应该为政治让道 所以经济要认为于政治 在政治的需求之下 经济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退居二线 所以他在很多事情上看起来 就和以经济建设为首任的其他中共高层格格不入 但是他又不敢放弃经济 他也要抓 只是要降经济 升政治 所以他的很多行为 都是在经济和政治之间适水平衡 他似乎在世 我为了保证权 经济能够压缩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灰犀牛是随时可能出现的 但他没有意识到的 因为小学生他不知道嘛 但是别人懂啊 所以就再三强调 赶紧的呀 经济危急呀 但是他没有概念 加之旁边有高参催风 难得到可信且真实的证件 那至于改开 他可能认同改开的内在含义 也并不意味着 他从此愿意关闭国门 不在世界上骗钱了 从中概股暂时脱险就可以感觉得到 他呢 没有傻到愿意自主的放弃 与国际社会做生意这件事 但他未必就同意改革开放这个词 因为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习近平的开放和我们理解上的改革开放 还不太一样 就好像闭关锁国这个词一样 经过这么多年中共的灌输 我们对闭关锁国改革开放 都形成了一个既定的概念 但是习近平政治至上的政策 与这两个词呢 都挂一点边 但是都不完全一样 所以闭关锁国就习近平的笔杆子 写了一个新的事宜出来了 他重新解释了这个词 解释不了那就换一个词叫自主宪官 创造一套新的概念 再植入人民的脑海 必要时呢 我感觉这改革开放 可能也会出来一个类似词异的新词 冠以习近平新思想的帽子 中共党魁我们都知道 都是要立出自己的一套理论系统出来的 但他们肯定都自己写不出来 所以要得下面的笔杆子包装出来 上期节目我们说 在邓时代之后中宣部掌管意识形态这方面的 都不太需要什么雄厚知识背景的专家了 但是习近平不同 他很看重这个方面 而且他已经展示出了 要从历史这个角度切入 加强意识形态的植入和控制的迹象了 高翔作为有着专业历史知识背景的笔杆子 有望得到习近平的重用 就是说中共党魁都需要建立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 所以他需要笔杆子结合政治理念来创造新词 这是一个方面了 另一个方面就是刚刚说的习近平的对外政策 并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改革开放 而是要政治挂帅的 有选择性的开放 就要像自主宪官一样 怎么开放开放多少 不能够像以前一样了 得改革呀 怎么改呢 得他来定 这样一分析下来 习近平对于改开和闭关的态度 是不是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你觉得呢 真的是否如此 那就带时间给我们答案吧 这两期节目讲了很多内容 本来是想放在一起的 大家看的会更过瘾一些 但是时间就有点太长了 有朋友经常留言说 内容太多 时间太长 看得累 所以就不得已劈成两半了 希望你们的观感体验一样的好 这又是我花了很多时间 为你们精心准备的一期 请给我点赞 一定要支持吧 感谢您看到了这里 我是爱你们的真飞 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 也请朋友们 帮忙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帮助这个频道的成长 谢谢大家啦 又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 朋友们 我们下期节目又再会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